Mikate no Gokui 本體一隻 跟一場的差別 少了兩個手的保護套 自在吉義工 新型態 這個是 說不出來的 無敵皮帥 脫掉的部分 眼睛跟眉毛 還有 四周的塗裝 其實蠻有水準 尤其是 眼睛四周的墨線 可以看得出來 左右墨線上的是不太一樣 頭髮 銀色頭髮的塗裝 其實做工 算令人滿意 整個上半身是呈現一種赤裸的狀態 肌肉爆炸性 展示出來 整個線條非常的立體 還有後面 整個背肌的部分 全部是 斗大的肌肉前條 這生前表現的 超級無敵立體 所以這種 加上 它這個 陰影的 上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你會看得非常 的有立體感 不管是 後面或是正面 都會有一種 視覺上的落差 腰部這邊 就是整個 上衣 破損炸開來的樣子 也是呈現一種 漸層的配色 護手腕這邊 跟腰帶這邊的配色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非常的好看 你會看到有兩種的 藍色混搭在一起 下半身的褲子 也是呈現一種 橘色的漸層 亮色系跟暗色系的搭配 加上皺褶感 真的非常的好看 旁邊全部會有 戰損的痕跡 像這個戰損 Devi非常的滿意 因為有做出 那種裸空的樣子 那破損布料在飛的感覺 在飄逸的感覺 所以戰損的點 至少做出來了 前半部就有 四個地方有戰損的部分 真的非常的好看 那靴子的部分 一樣沿用著 之前的 其他賞的系列 藍色的漸層 那從畫面上看起來 它漸層的 角度 其實上的 不是完全的一模一樣 只是故意 這樣顯示出來 因為這整個正面 呈現的是一種 藍色的亮色系 那這一隻腳 周邊的暗色系會比 另外一隻還要來得多 只是這樣看起來會有一種 視覺上的差異 整個非常的好看 還有非常的立體感 好看 高度約在27公分 整體評價滿分七顆星 整體評價滿分七顆星 上半身 真的做得非常的棒 用了非常多的那種 陰影漸層的技術 在上半身上面 使得你看起來 它的肌肉感 真的有那種炸出來的感覺 尤其漸層感跟立體感非常的分明 那下半身的衣服 炸掉的部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有那一種 飄逸感 那褲子的部分 是呈現一種超級戰損的感覺 獲得相當的徹底 最主要的是 它銀色 頭髮的部分 跟臉部的表情 的塗裝 真的算是相當的有水準 整隻看起來真的 非常非常的霸氣 就跟動畫 剛出來的 那種場景是一模一樣的樣子 良心建議 如果你單買的話 價錢實在是太高了 之後可以等 ROS系列 也會出一隻 新型態的 自在記憶物口 那這一隻其實 David還蠻推薦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Learn Peace 掰掰